欢迎来到飘香腾电台 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天 我们在此向所有关联飘香腾电台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 表达我们最衷心的感谢 并祝读者朋友新年快乐 自从2023年10月5号 我们播出第一个节目 飘香腾电台至今累计连续播出65个节目 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吸引越来越多的朋友 浏览订阅飘香腾电台视频 我们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 是你的光临点赞和评论 才让我们有信心制作越来越多 深受读者朋友喜爱的新节目 回头看 我们清楚地知道节目里有很多需要提高的空间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宽厚和包容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将更加努力拓展节目的内容 提高节目的观赏性 同时我们也热切地盼望 你能够把这个频道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新年之际 我们自然想起 友谊第九天长这首老歌 这首歌的英文名字 All on Sin 是一首苏格兰诗歌和民谣 它已成为许多国家新年庆祝活动的一个传统节目 歌词由苏格兰诗人Robert Punks Robert Burns 于1788年创作 歌曲的曲调来自一首苏格兰民谣 歌曲原名All on Sin 可以翻译为现代英语中的 Old on Sin 或者Days Gone By 中文的意思 过去的好时光 这首歌反映了时间的流逝 对老朋友的深切怀念 以及在生活中的变化和挑战中 保持这些联系的重要性 尽管Robert Punks 被认为是歌词的作者 但他非常谦卑地承认 这首歌和他的歌词 已经成为苏格兰口头传统的一部分 彭斯自己的贡献 是精炼并记录了歌词 他谦虚地说 他只是为后代 保存了这首传统歌曲的原始风貌 有一地就天长 经常与新年庆祝活动联系在一起 象征着从旧的一年 到新的希望的一个美好过渡 他深情的歌词和怀旧的主题 使其成为告别过去 迎接未来的一种普遍赞歌 多年来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翻唱或者演奏 All They Something 并成为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曲 人们在世界各地 共同演唱这首歌 用不同的语言 共同的旋律 表达团结反思和对未来的希望 我们也在2024年的第一天 用这首歌 祝愿飘香腾电台的朋友 新年快乐 2024年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你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